最近天气高温炎热,蚊子有越来越多 所以输澳镇公所今年全镇环境消毒的委外发报作业 预计从6月15号到7月21号会完成环境消毒的工作 所以输澳镇长陈金玲今天特别来到现场视察工作的相关情形 防治登革热输澳镇公所从6月15号到7月21号进行全镇的环境消毒工作 消毒范围包括了道路两侧排水沟 居家四周的排水沟以及社区活动中心 学校的外围及四周的排水沟等等 全镇消毒工作我们采取委外的方式 在6月15号到7月21号 差不多三个几天的时间 要做专门的环境消毒工作 我想这次消毒的范围主要分三个部门 第一个部门是路边两侧的排水沟 第二个是居家环境四周的排水沟 但是不包括居家内部的消毒工作 第三个是社区活动中心跟学校外围 以及它四周的排水沟我们做消毒的工作 镇长陈金林表示为了防止蚊子滋身 不单只靠喷药 喷药只能杀死沉纹 而且密集的喷药会让蚊子产生抗药性 因此呼吁全体的镇名总动员 清除各式积水容器以及脏乱电 以解决蚊子的滋身 被蚊子它是喜欢在这个黑暗的地方 也在积水处容易滋身残卵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新的蚊子 所以说为了要防止蚊子它那个残卵 所以我们对居家或是环境四周 有关于积水处的地方或是积水容器 应该全面来把它清除干净 以防止蚊子滋身 一栏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市民采访报导